北南族的海记、大猎记等四大捷径活动 是部落传承文化的重要祭典 北南族重要的艺术家陈冠年 1993年从美国的艺文圈 回到他的部落台东普悠马部落 用画作传承北南文化 普悠马部落又名为南王部落 包括北南族的音乐之父陆森堡 还有季晓军、浩恩佳佳、陈建年、南王姐妹花 等等出色的歌手 全部出自这个部落 北南族人聚集在海边 举办每年七月的海记 庆祝小米丰收并感谢祖林 另一幅则是成年男子围绕在火堆旁 吟唱鼓调 准备部落在冬天的大猎记 艺术家陈冠年 画出普悠马部落最重要的四大节庆 记录北南族超过百年的古老文化 很长的这一个阶段下来 台湾其实绝大部分的部落 都只有中断了他们的随时记忆 但是只有这个部落 从那么古老到现在 他们没有中断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文化的精髓都在记忆当中 所以我们要去了解这个文化的时候 就应该要从他们的这个记忆去着手 普悠马部落又称南王部落 是北南文化保留最完整的地方 其中四大记忆更是他们的文化精髓 展览开幕当天 部落首领以及各大长老 远从台东来到台北 一起唱歌祈求展览顺利 艺术家陈冠年是普悠马的长老 在部落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93年告别美国设计圈回到故乡台东定居时 看见部落文化失传的危机 于是创立了普悠马青年会 组织部落青年参与传统记忆 陈冠年说 北南族非常注重掌幼辈分 会把青少年集中在聚会所 培养出独当一面的猎人 因为在早期没有所谓学校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的孩子 一年当中有半年是要住在那里 他们住在那里的时候 就开始接受各式各样的教育 学习各式各样的技能 甚至包括狩猎 包括所有的一切 每年12月的猴记 这群青少年就会上山抓猴子 展现他们的勇气 这次展览陈冠年用画作 传承即将失传的珍贵文化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